人類是何時開始懂得涼地的? 澳洲有數學家發現 一塊3700年前的泥板上 黑九相信是已知最古老的應用幾何學案例 其中涉及的直覺測量技巧 比不時定理還要早上千年 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 這間博物館裏面收藏了一塊泥板 來自古巴比林時期有3700年歷史 其實它已經出土超過一個世紀 不過直到最近才有人發現 泥板殉藏的信息足以改寫數學的歷史 新南威爾士大學的數學家 最近重新研究這塊泥板 它是一位土地測量人員的筆記 記載是如何將謀塊土地分拆出售 畫家的方式引起專家注意 因為這麼準確的90度直覺 以當時的工具要畫在泥板上已經不容易 何況要在實際土地上重現 不過其中一個長方形的尺寸透露了端藝 專家發現了這個長方形 長、闊和斜邊的比例 是滿足不是定理的簡單比例之一 適合根據這些比例畫線 就算沒有梁國氣都可以畫出完美直覺 正確分割土地 畫出這種特別的長度比例 純粹是巧合的機會好味 意味著3700年前的巴比倫人 可能已經對不是定理有一定認知 但是比北達哥拉斯的時代早一千年 甚至比中國的歐古定理更加早 無論如何 這一塊泥板是人類已知 以幾何學解決現實問題的最早案例 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第二次看 國度之一 我們下次見